我目前就讀昆山科大媒体艺术研究所 那简单概述一下 其实这个研究所就是做电影 做电影有拍成你就可以毕业 没有拍成 那谢谢再联络继续奋动 那些挑战创作竞赛的日子 是我在08年到10年的时候挑战 两次的经济部工业局主办的一个 叫做世西数位创作竞赛的那一段日子 那我比较着重在心路历程 当然东西成品我会分享一些 不过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拙劣 是有一点时期以前做的事情 我还蛮害羞的 OK 在这个大标之前 我想要概述 稍微分享一下 我那个时候的心情 在07年之前 我是一个职业军人 我是一个水手 职业的水手 那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台湾这个社会 很大的一个社会事件 叫做525的华航空难 华航空难事件 那因为我是修发电机的 其实我没有亲眼去跟这个大体做一个收救的动作 可是我待在一个小小的封闭的房间里面顾我的装备 但是我不是只有顾而已 我还要去听他们有什么样需求 然后去描述那个大体的一个很不堪的状况 我会觉得哇好恐怖哦 我就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感性的人 我那个东西很有画面 我对这个发电机没感情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那边 然后长官说 你东西拍的了 去修理 我不知道大陆内地的朋友听不懂 台语 OK 我就没有对这个东西比较没有感情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说 对这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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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刚说